产业和人生一样 都有高低起伏 也都会遭逢困境 那么接下来这个报道当中 有一位科技老董 他也尝过这种云端 无底的滋味 他叫刘天和 年轻的时候创业有成 他有一座半导体工厂 一切顺风顺水的48岁那年 他发现自己罹患了大肠癌 历经8次手术 总算保住了一命 那么抗癌期间 他就发现在市场上 几乎买不到他心目当中 那种健康无毒的鱼 于是康复之后 他决定自己来 那么现在他在澎湖外海附近 养了30几种鱼 历经了多次的天灾 缴了好多学费 那么千千好后亏损几十亿 但他心中有一个 强大的信念支撑 不肯轻易放弃 我们来看他的故事 老长 像你现在还会 平常还是会自己出来 出海这边看吗 都会啊 每个月都一定会来 大只小船顶着列扬 摇摇晃晃 航上遗忘无极的大海 所以我们现在放眼看过去 那一圈一圈就是我们的游场 绿色 距离澎湖西域岸边 一公里的海面上 从空中鸟看大行相往 有缘有方 这里是刘天河的开心游场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这款正港的白昌鱼 黄金昌 鱼在外面抓不太到了 这种根本没有 节肌动物了 节肌动物了 只要养到这种大 所以差不多要将近两年 市场上少见的鱼鱼 在这里美尾肥美饱满 由于阵风发行期 鱼群在海里追逐 展现失足活动力 当近海跟海洋鱼 也逐渐枯起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呢 在我右手边 这个橘黄色的圆形香网里头 似乎成了一碟解方 这里面养殖的黄金苍 还有海鲤等等其他的海洋鱼种 透过海水养殖 不坚持不用抗生素投药 一来它的产量非常稳定 品质也相当好 他台中他那种拖蚌 大岁要整个都 一网打进 一网打进 我们还阴的比我们台湾的 还比较脱 你们哪有海洋鱼 哪有海洋鱼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鱼了 就能以轮工养殖来期待 近海鱼获量锐减 而这里的香网养殖 总量将近80万尾 似乎未暗淡无光的鱼获缺口 点亮已到曙光 这种差不多8公斤了 8公斤 这个可以卖掉了 但当初打造这片海上鱼场 秦英竟是老天爷 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我如果没中男生 我特别没来到这三年 既然会开刀 开刀 开刀 开刀又死不去 如果还会让健康的时刻 我要怎样来做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 但是我的意义不是要向社会 自己良心开天对地 渔场老板刘天和48岁那年 罹患大肠癌 与病魔缠斗了整整三年 抗癌期间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 却苦学不到健康无毒的鱼 鬼门关走一回后 一头栽入陌生的养殖鱼业 没想到却是考验的开始 事分从半导体劳动变成渔民 深刻体会到看天吃饭的无奈 眼前大海有多深 这浅坑就有多深 经营了14年 亏损了好几十亿 存衣两瓶还差得远呢 钱都花在这里 鲑鱼的饲料一把一把往海里撒 就像把钱往海里倒 光是饲料成本一年至少5000万 占了总成本45% 这可能差不多要加200块了 这样就200块了 因为我们总统有跟 美国哈佛大学一些研究中心 有跟他们产业合作 拿钱去带我们带下去 饲料里的配方 都是know how 而这里最天然的方式养殖 导致存活率也只有四成左右 在坚持不投药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鱼生病 还得定期洗个冷水澡 有寄生虫 它幸福的钱 会来入蚂子 然后就要先安排去洗一洗 透过干净的淡水洗香香 目的是借由海水与淡水 不同的渗透鸭 以天然的方式杀死鱼身上的寄生虫 白色的那些都 白色一点点 对... 那些都是寄生虫 透过科学化养殖 也将生产资讯透明化 游天河把渔场从产地拉到餐桌 一条龙式的经营方式 对不对 渔捕捞后四小时内 直奔马工的加工厂 第一关刮除鱼鳞 再清除鱼内脏分切去骨 鱼肉还得经过RO纯水进行 再进行二次分切 那我们也必须要保住说 整个鱼的一个品质 让它不要说整容升温真的太高 我们目前会设定在16到18度 符合欧盟规范的加工厂 一天最高处理量高达4顿 这些分切好的鱼肉 经过真空包装 立刻负70度急速冷冻 就是为了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上 依旧像线烙的一样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用电锅 然后就可以来冲条 分切好的鱼肉 每一片大约100米公克 当小适中最适合小家庭 搭配自制有机酱料 就是一道无毒的健康鱼料理 对消费者而言 吃一口鱼可能很方便 但背后养殖鱼业投入的辛酸 却不一定能够体会 一年车的水槽液 这个是牵振在那边 还是拿出来牵振 所有人只能够体验 就严重剩不去 我们就尽量做一些 水贴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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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贴 所以就一直都把它投注下去 用钱填海的傭鱼 为了信念坚持下去 报� reversal 出 读 处 读